嘿 我是熊猫 高考结束了 很多同学都已经开始购入自己的手机 电脑包括蓝耳机等等数码产品和配线 然而有一样东西 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大学环境 但是被好多人忽略掉了 没错 我说的就是显示器了 而且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笔记本电脑加上外接显示器这个组合 也的确是大部分大学生最理想的电脑使用状态 因为你想想 这种组合相比台式机 在外出的时候 你依然是可以使用笔记本办公或者玩游戏的 而相比起单纯的笔记本 一个外接显示器也比游戏本主流的 16-17英寸的屏幕要大上不少 而且说实话 我真的早就想推荐有条件的大学生 去购买一个外接显示器了 但一直拖到今年的680才做 除了和联想的一拍集合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最近这一年半 显示器的价格真的降得非常厉害 经常关注显示器的小伙伴应该是最清楚的 在现在你不到2000块钱 就能买到一个miniOD显示器 而不到1000块 你就可以买到像拯救着RR7QE 这样的2K 180Hz 400nit亮度的电竞显示器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就以这台拯救者的显示器为例 来跟大家聊一下 大学生是否需要一个外接显示器 而在我们购买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又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首先我个人感觉 只要你符合以下这几个点 我都是非常推荐你可以买一个外接显示器的 那么在这些条件里面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空间问题了 就因为我自己的学校财大新校区为例 基本上都是上床下桌 而且空间也足够大 而且外接显示器还有一个隐藏优势 就是你可以非常灵活的选择显示器的比例 就比如我自己之前使用的这个待遇屏显示器 21比9的比例在玩MOBA游戏 比如说英学联盟 以及看宽屏电影的时候 都比16比9的笔记本 还有显示器要舒服得多 还有开车的时候 当然我指的是低频线5 哪怕咱们不看比例 外接显示器最起码能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操作空间 以及更大的显示面积 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正常的游戏本 和主流的27英寸显示器之间的大小对比 那么咱们在购买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在我看来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其实和笔记本是一样的 还是得明确自己的需求 现在的显示器偏向 无非就是设计向及游戏向了 设计向的需求 你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分辨率 色域 DeltaE色准 是否支持HDR 以及色深等等 这些参数我更建议你通过评测 而不是去看厂家的宣传页 对于需求是设计向的屏幕 我把我个人对于一些参数的基本要求 给大家在这里总结一下吧 而对于需求是游戏向的显示器 如果你预算上不封定 那么OLED的确是现阶段最好选的 但是对于大部分 甚至绝大部分 购买LCD面板的普通用户而言 最关键的 我认为还是刷新率 以及响应时间这两项 刷新率我相信你们都懂 咱们来重点说一下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越高 那么拖影现象也就越严重 前者黑白响应时间的数值 普遍会高一些 大概在10到15毫秒 而大家一般看得更多的 厂家也在重点宣传的 其实是灰阶响应时间 OLED屏幕贵就贵在 它能够真正做到 灰阶的1毫秒显应 而很多IPS屏幕 虽然说宣传了1毫秒显应 但其实真实的数值 都是在3到5毫秒左右 一般情况下 超过200Hz的屏幕刷新率 以及低于5毫秒的 屏幕显示时间 对于举大部分 非顶尖的游戏玩家而言 你是基本感受不到这个差异的 尤其是对于低预算用户而言 这两项够用即可 不必过分追求 咱们就以整具者R7QE为例 999的价格 它给到了你一个 180Hz刷新率 加上标程至1毫秒的 灰阶显示时间 并且通过其他媒体的数据来看 实际测下来的灰阶显示时间 也只有3毫秒左右 在这个价位 这样的组合已经是极限了 当然了 在同价位下 也有很多更加偏向 刷新率的选择 就比如1080P 加上240Hz这种组合 不过我个人觉得 对于外界24英寸 尤其是27英寸 这个大小而言 在你看惯了笔记本之后 你会发现 1080P的画面 真的是有点过于糊了 所以在大家选购显示器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到屏幕大小 以及分辨率和刷新率的组合问题 像整具的R7QE 就是一个2K加上180Hz 27英寸的一个组合 除了非常非常极致的FPS游戏玩家以外 这个组合都是更加适合大多数人的 在游戏之余 它也有一定的办公 还有设计数据 那么屏幕的大小 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对于16比9的屏幕而言 24 27还有32都是主流大小 其中我最建议的 当然就是27英寸这个折中的大小了 而对于大学生而言 你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的宿舍空间特别小 眼睛距离屏幕特别近的话 最好还是选择24英寸会好些 除了2K 180Hz这些参数以外 整具者这块屏幕 可以说是把能拿到手的认证 全部都拿到手了 包括HDR400 AMD的Fremesync以及LINE等等 具体的测试数据我们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亮度上这块屏幕的全局实测亮度 最大是393nit 400nit亮度也是目前终端游戏本的主流亮度了 色域覆盖如图 DCI-P3模式以及SRGB模式的色域覆盖都很优秀 色深就是8斗石了 这个价格你也不要想有什么原生的 是比特色深了 唯一的缺点是 切换色域覆盖的选项被隐藏在了色温选项卡里边 这个有点不合理了 而且屏幕背后的这几个按键 在使用逻辑上 也不是我们之前习惯了的单按键策略 在操作上真的有点反着累 除了显示器面板 其他方面类似于显示器支架 还有可调节性也非常重要 上下以及左右的调节 由于需要平凡的敲代码 所以说可以90度翻转这个特性 对于很多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必备功能 但是在大学宿舍里面 我觉得最最最关键的 其实是你的显示器一定要支持Visa接口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就很多时候显示器原本的支架 会大大挣用你的桌面空间 但你一旦上了摇臂之后 角度的调节灵敏度以及桌面空间都得到保证 怎么说呢 摇臂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见过 少有的用了就绝对会不会来的出马产品了 之后有时间 而且你们也需要的话 我会做一些这个东西的横屏 最后如果你用电脑时间比较久 想对自己眼睛好一些的话 那么硬件级发浪光也是必须的 相比只能单纯调整色温的软件级发浪光 硬件级和前脸的护眼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硬件级发浪光这里 对于色彩的损失明显要少得多 另外现在很多屏幕都是支持了100W或者65W对外供电的 对于笔记本电脑 尤其是轻薄本来说 这一点完全可以让你少接一条电源线 说到这个 咱们就不得不提这块屏幕的一些缺点了 就比如说只有HDMI以及DP接口没有C口输出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HDMI接口的带宽貌似也不太够 最大只能支持到2K 144Hz 如果一定要满血的180Hz 那就必须得上DP线了 另外我也发现了在HDMI模式下 B站的弹幕在运动时候的脱影也比较严重 不过毕竟这是一块1000块屏幕 不进行取舍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你更偏向游戏 而且也能接受这些缺点 并且可能还要附带一些设计工作 最关键的是那些座位在窗边的同学 300到400nit的提升真的太大了 如果你的需求符合的话 那么拯救者的R7QE 的确是在这个价位下 把面板特性尽量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存在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么在这个暑假 咱们频道还会做很多和高考毕业生 强相关的选题 就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发布的这个U盘横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本期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了